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克敏今天表示 在首相安华的领导下 大马第二季度的经济超越市场预期增长5.9% 其中建筑行业生产总值涨最高高达17.3% 对此尼克敏就形容表现出色振奋人心 尼克敏今天针对国内经济成长超预期向媒体表示 本季度的经济增长高于先前国家统计局所预估的5.8% 甚至比彭博社等国际金融机构预测的4.7%高出许多 他说本季度增长的主因包括更强劲的家庭支出 还内外投资活动贸易出口以及游客人数回升 此外在尼克敏看来 大马经济能有这一般的增长趋势 当中也少不了政治稳定和当今政府的政策奏效 尼克敏看好大马的经济前景 并以公务员加薪作为例子 直言这项宣布将能够带动超过百亿市场消费 并进步推动经济增长 小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